媽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救救他們吧 他們都是沐家的骨肉啊 哈哈哈哈 你和我兒子本就不合適 他是龍門 不过是他池塘里的一條血 你真以為 他是真的愛你 難道你真以為豪門這麼好氣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家庭豪門 我跟傅宗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不知道他家庭表情這麼好 我求求你 可憐可憐這三個孩子吧 他們都有天天心臟病 如果沒有好的治療 他們就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 救救他們吧 夫婦人 求你們 救救他們 求你 救救他們 他們要是沒有治療 他們會死的 豪門之內 講究的是門當戶對 看似只有離故這門檻 實際上 一走一輩子 進來 夫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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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來 快來救救你的孩子 救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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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人 隨便懷一個父家的孩子 就能進入父家 三胞胎又能怎麼樣 什麼樣的心機女王一切 夫婦人 根據我們的調查 方巧琳確實是不知道 傅宗莎的身份 而且從懷孕到現在 她也沒有對外宣揚過 這是父家的孩子 這三個孩子 都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如果我們不管的話 這三個孩子恐怕 這管我什麼事 如果任何一個女人 帶著孩子就能進入父家 那父家如何立足 夫婦人 您看看 這孩子們多可愛 走開 別煩我 好 等等 夫婦人 夫婦人 陳冠家 我求求你 幫幫我們 讓夫人救救孩子們 只要能救他們 哪怕是讓我的命都行 我求求你了 夫人已經答應給孩子們治病 不過有一個條件 好 我答應 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夫人要你 永久離開三位少子 並且一輩子都不能來看她 只為條件 夫人不僅會治好他們 才會給他們 顧家少爺的身份 廢 一個大活人找了這麼多年 一點消息都沒有 少爺 這些年 夫人就像消失了一樣 表無音信 真的很奇怪 那就挨家挨戶給我查 我不管你有什麼方法 哪怕把江城查 你朝天 你要我查出來 是 暫時還沒有找到咱媽 不過你放心 我已經觸動了全城的人在找你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 想要錢 原諒媽媽的不辭而變 媽媽沒用 只有讓你們回去附家 才是真正的對你們 妈妈 爱你 谢谢啊 才这么年轻 爸马上要过七十大寿 正好又是国庆节 一直以来 都没有给他买过什么体面的礼物 这次一定要把他念到了那么久的国酒毛台买了 这次还差点 我姐子强菜刀 哎 李师傅 好不好收吗收 您看一下 这话长得真快 真心想卖的话我给你一千 哎 好 啊 妈妈我好饿 妈妈现在有钱了 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一 也 嗯 嗯 Going 停车 停车 少爷您这是 少爷外面的东西可不能吃不干净 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烧 妈 妈 我为你还能这么大的儿子 小伙子 附近十里八乡都知道他至今未婚 哪里来的孩子 一个女人的轻败可不能随便侮辱 是我认错了 不可 妈 您为什么不认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认错 妈 您为什么不认我 难道是因为奶奶吗 妈 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 你和我儿子本就不合适 难道你真以为豪门这么好近 奶奶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真以为妈妈当初生下我们就是为了附加豪门吗 这么多年了 你的气还没有消呢 李师傅 头发收吗 小妹的话 我付一千 妈妈我好饿啊 妈妈现在有钱了 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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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把妈妈风风光光的接回傅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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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妈妈找到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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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马不去 看 我不拍了 停车 哎呀 都烦了哎哎哎这就是我老爷 老爷子回头东西啊 四岁老爷 哎呀都烦了 哎哎 这是我在外戚工作的二女儿回来了 外戚工作这气质就不一般了 爸我回来了 那是养起的 妈 哎快看 这是我在云顶集团工作的三女儿回来了 云顶集团那可不一般啊 云顶集团掌握成了文国经济命名 能进云顶集团光宗耀 是是是是 那是啊 我们方家是人才辈出啊 爸妈 先进去了 老爷子 你不是有话看你吗 我听说二十年前 别人家在外面乱搞 都回家去 我们山里山里山 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 爸 爸 我来给您喝瘦 爸我来给您喝瘦 回来干什么 这不是方家那个 方草林吗 怎么有点回来呀 不是吧 未来做什么 回来回来了 还是先让孩子进去吧 就是 孩子最有错了 那不是一家人吗 现眼的东西 你这生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 没有一个在身边的 这叫什么 这就叫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是泡影 你爸说话就这样 难听 你别当一回事 没事 你妈 当初是我不懂事 那明天他们就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 待会进去 你爸那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发了就发了 你就当 没有发生什么样 好 没想到 这个骚狐狸 她居然敢回来 想当初 咱们方家 就是因为她名声 才成这样 的确 要不是因为她 我们的名声 怎么会这么差 现在老了 没人管 想起咱们方家 我要是打 打断她的头 还能再回来 我到底看 要送什么来 瞧瞧什么东西啊 我看你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嗯 但我来找到 别人你 今天每个人都要 咱们再在 我现在有钱了 我现在是这个吗 这东西要是在爸的生意宴上送过去 爸估计还真的会高兴吗 不能发送 怎么了 我刚接到消息 云顶集团董事长 要来咱们村注资 什么云顶集团 这样的大公司 能开上我们金牛村 云顶集团 要开发一个旅游度假村的小 据说是昨天晚上零宴定制的 而且指定咱们金牛村呀 说是咱们村的什么 风土人情 是五千年传统美德 这个是咱们表现的好时候 可惜了三妹 你儿子呀本来就是云顶集团的员工 你们一家人都在云顶集团工作呀 如果这次你能表现的好的话 没准 难怪这方巧琳铁空机会在礼物馆楼 原来是她早就有准备了呀 谁说是她做的 怎么了 这个明明是我给爸送的喝礼 可这是方巧琳送的呀 哎呀二姐 你想啊咱爸从小就偏袒咱俩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咱们把这酒啊直接送上去 大一高兴自然就承认是我送的了 啊 而且爸怎么会偏袒那个 败换家不说不认呢 也对啊 只要老爷子一高兴 我不仅能成为十里八乡的效果 得到云顶集团的赏识 还能把这组织骗到手 到时候一拆迁我可就发达了 听我号令 没进是赞还我母亲找到了 我要立刻回去处理 对 恭迎祖母归 我母亲找到了 顾家院敞开大门迎她回来 方老今天这个酒啊都是真好啊 甘甜滋润任务无声 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酒了 对对对 是啊爸 这酒呀回味无穷 让人乐不思蜀呀 怎么样 老爷子 听见您生日 您可还满意 满意 当然满意了 爸 只要您能高兴 女儿做什么都是记得的 来 出位 咱们共同 干一杯 干杯 还是方老爷子有福气啊 您看看 前不久刚走的那个王宿棍 七十多了 都没喝上这一口 听说这国酒茅台呀 是酒中极品 多少人想喝上这一口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呀 是啊是啊 我们今天啊 可是占了方老爷子的光了 对对对 方老爷子 今天您生日 我就好奇 您这么多子女里边 哪一个最孝顺呀 孩子在父母的眼里 都是平等的 没有优越 没有好坏 对父母是尽力 不是攀比 喝了 在我心中 还真有 看来 爸是真的很喜欢这国酒茅台 虽然贵重 但是他喜欢也就值得了 这些年 我虽然不敢面对父母 和每年逢年过节 都会把所有攒价的钱 寄到家里 是什么呀 自然是 送我珍藏版 国酒茅台的人 这么贵重的酒 送老爷子 让他在七十大树 充面子 的确挺孝顺 谁呀 自然是 三女儿 方小山 什么 我们家的三女儿 小山 是我们 方家的骄傲 在我们金牛村 方家 也算是 飞出了一只金泵花 我们家老三 从小不仅 学习优秀 而且人品 也没有问题 小小天 我很羡慕 天哪 爸 不是这样的 这酒明明是我送的 什么 他送的 什么 爸 我知道 这么多年 您对我一直有呈现 平时我可以不来 但今天是您的七十大受 人生七十古来兴 我怎么能不来呢 这酒 是我卖的头发 再加上平时攒的钱 本来送进您的 少没把你教育好啊 做事先把人做好 你连 你把收入都没有 哪来的钱 哪这些 十年前 人质虚荣 不人生自豪 把我们方家连都给丢尽了 今天 妹妹的功劳也要贪 爸 我没有贪 算了 是不是我送的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你喝的开心就好 我只是 只是 只是你真不要脸 三妹 这酒是不是我送的 你心里最清楚了 爸 既然大姐 非要我说这酒是他送的 这就当中就是他送的 是 瞧瞧啊 还给我们家老三大度 只是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酒怎么弄 我儿子呢 在银鼎集团实习 而且还是采购过的 这瓶酒而已 心而易举 可是你 后拍没有这个钱 采购部 轻缩雨景集团的采购部 那可是整个雨景集团 流水最高的部门 难怪 方小三 从上到下 全身都穿的名牌 真像吗 小三 咱俩加个微信 以后多点信 小三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酒明明是我送的 是 你锦衣御使 家有春风 送平国家茅台不算什么 可对我来说 可能就要用一辈子的积蓄 才能哄霸开心一次 孝敬父母 事不分高地贵贱 可是 不能这样辱莫我的功劳 你的功劳 你不说 我的梦 二十年前谁不知道 你未婚先日 我们方家的脸就是那时候丢尽 正心原来 我们没找你打法 没请过你 你呢 跑这儿要弄来了 爸 云顶集团马上要来咱们村 搞文明建设旅游 金牛村 这个女人就是整个村里最上宫外 就应该把她赶出金牛村 到时候云顶集团 不来咱们村告证 那咱们大家都要后悔呢 副总 已经安排好了 金牛村的开发项目按照您的要求 已经复盖了指数据人村 再快点 对了 今天是您外公的七十大树 这牛村的项目 刚好能当做外公的贺务 农村过生日最讲及时 再快点 快点 再快点 南村中内必须赶到金牛村 给我提速 中原路总回乡 说什么 爸 你知道按照旅游度假村的拆迁标准 咱们能分多少钱 至少这个数 一百万 爸 你看你一件事 一千万 而且 是咱们每个人 人一千万 到时候啊 咱们金牛村都会因为 牛村开发项目 同比社会积聚通过 但如果因为这个上风败俗的女生 咱们村拆不了气 那到时候 我就遇不起 爸 我从来没有做过山风败俗的事情 我可不总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 大姐啊 你懂什么叫真心相爱呢 我 我呀 给你看看 这还叫真心相爱 你有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你这叫什么 你这叫伤风败死小魏魂现日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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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会启我的 是 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是傅聪的孩子啊 桑上 傅家怎么了 二姐你不知道 整个江城 只有一家型 你是说云顶山庄的富家 妈大姐 你难不成想说 二十多年前生的孩子 是富家 看来你还是个豪门错汉 二姐可是顶级豪门 哎那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精神力烈 消耗万货啊 怎么你顶级豪门获尚儿子 就给你穿雀儿破蜡啊 不是呢 这个业语误会 够方舅 还敢说 母女知道来咱们村破开发的就是 你居然说你生儿子 他们真的是不同的孩子 你居然这种 是不是到时候 富家不来咱们村座开发了 你心里就顺着了 爸 你可看到了 我呢 已经在尽力的挽回 咱们方家和青牛村的尊严 至于呢 要怎么做 看您 我没有胡说 我也没有想过要云墙放家 当年 那三个孩子真的生了重病 我脚天天不理 脚地地不意 我只能把他们送回富家 这些年 我也很想他们 可是为了他们的虔诚 我不敢见他们 我也不能见他们 哈哈 哎 爸 你可看到了啊 您这大女儿她多鬼妆 她居然 把富家有三个少爷都打听了清清楚楚 要我说 咱方家今天还真是可喜可贺 居然多出来了富家的三位少爷 这可行不得呀 是吧大姐 爸 您可听清楚 这话可是她方巧丽这个祸还自己说了 你看 她今天就不是来年过生日 她是存心给您来找不痛的呀爸 她不仅想要气息 她还想断了咱们方家的财路 让你百年之后 那下去都没脸面对咱们方家的列祖列宗啊 爸 我没有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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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歇往后 方青山 与方巧丽 云断一拳 不歇法 不歇法 方家俗谱上 再也没有方巧丽这一夜 你不想你 不要吧 你說你這麼大年齡了 我結婚還未婚先孕 這是我們方家誇張的群絡 快請你 賺漏群絡 不行 我救你了 不行我救你了吧 我只有這麼一個家 我 Agency 我也是我的天啊 我都 我都 我不是很幸會 我因為我的天啊 我ヽ ノ ヽ 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在找死 我们找死 你不如问问他 这个女人回家给我父亲过寿宴 居然两宗公公什么都没带 我们只不过是想把他赶出去 让我父亲的寿宴金金金金金 让金牛村千金金金 就因为你回娘家 没送礼 这难道还不够吗 荒唐 一个女人本来就应该三同四德 为嫁同父 计嫁同夫 孤子同子 富言富责 富功富荣 三同四德 这是哪一年的皇帝 儿女的孝索 从来不是用礼物来评定 而是孝心 孝索 你又是他什么人 小伙子 他因为我 所以不看你 你不想知道我是他什么人 你倒是说 你 我 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们也是 我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们就穿衣裆帆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是你们 他晚上三号的 妈 你不记得我了吗 原来你们是他儿子 我说还真是楼生楼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动 啊 老山 这什么意思 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 这是阿玛尼的最新款啊 这是阿玛尼的最新款啊 看来你们的梦 教了你们不少东西 但他不该交给你 为了憨慕虚荣不成功 这些假的花了不少钱 我就是 这牌子的衣服看着就贵 这一件得好几千吧 而且这些 一件得大几万了 什么几万 几万 不愧吧 在亲戚面前 看着就贵 你穿成这样 那边太过于爱装了 就是都是一只假货 有什么好装的 这只是一件寻常的便服而已 这已经是我家里最便宜的 你们的妈脸 就像样的脸都算了 你们在这封闯吗 我就是我妈这么多年没回过方家 原来是你们这帮猪狗不如的东西 堂堂富家大少爷 需要跟你说 说什么 说什么 我说我就是如简包换的富家少爷 哎 你们可真是一对好母子啊啊 他说他给富家生了儿子 仨呢 又说自己是富家少爷 提前串控好了啊 我说你们认真的吗 当然 楼椅不敢宽天 尊业 我可告诉我 在这儿最不能惹的就是江城富家 如果咱们村这次度假村的项目做不成了 我们整个金牛村和地下的祖先都不得安心 你干嘛 你干嘛 我 那不 我还是怎么走 走 我今天能让你们这么容易就走 九十 九十 你要干什么 二姐 你不是在服装店工作吗 是啊 怎么了 你们服装店不是有一个仪器 可以检测出一件衣服到底多少钱 既然他们不料我 那我 又何必给你们 检测一下他们的衣服到底值多少钱都让大家看 啊 这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合适 人生七十五还些 罢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七十打手 能好都应该把他们几个给毁了 好吧 爸 那我们就检测一下 他们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假的 到底值多少钱 行吗 爸 没必要吧 不管我们穿上什么样都是来给您过生日的 好好好 为了我高兴 今天就揭穿这几个假货 让我高兴高兴 现在知道怕了 胡说姐 你这个儿子看着 倒是一表人才嘛 就是穷了点 这样 小一金星呢 给你上 人啊 要想进入上流社会 那靠我 我不是老婆 而是人脉 你们今天几个跪下来给我道歉 但我很开心了 说不定呢 我还能叫我儿子给你们好好找个工作 这有时候啊 机会人脉 可比努力有多了 哦 是吗 那你儿子在哪高救啊 说出来吓死 我儿子 那可是在江城附近 而且 还是附加少女的司机 是最好的朋友 那是你的司机 我的司机 那个都是战主杀猎的人间兵器 哈 叶儿 那是你的咯怎么可能 好 好 给你机会呢 不珍惜是吧 策吧 人靠衣装马桶啊 我就让你们看到我这身衣服 值不值得来你们方家之心 等等 小生怎么了 你还想怎么样 如果策畅 他这身衣服不值钱 你们 全部都要给我当作公司道歉 方教授 你是不是疯了 把我们穿多少钱的衣服 送多少钱的礼物 那都是女儿的 不分高地贵贱吧 爸 你管管他 你管管他 你觉得小生说的有道理 什么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既然你们来是给我祝寿 那就应该知道 故意不孝身 广卓人皮子 行吧 那就测 如果是假的 我就代替我妈 下跪道歉 那可不行 他 还有他们俩 都得给我跪下道歉 好啊 那家手的弟弟 是我妈 哎 你看看啊 不孝啊 还真是遗传 他居然还真让这个贵的道歉 因为不会输 如果我的是真的 你怎么办 怎样 我叫你下跪认错 给我妈道歉 好啊 你这一身行痛 少说要几十万 我看你们家一家四口一起凑 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二姐测吧 先测测我 让他们看看 我这身值得多少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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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吗 小山啊 你可真破气啊 比起上衣都亮三万 那可是我记名拍吧 这样小山 你现在可真是发达了 这全身上下都是小奶奶的衣服呀 这不算什么 我儿子可在江城富家给少爷们开车呢 有时候随便听听少爷们谈论什么 去市场上操作一下 那赚的呀 可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是是是 能给富家少爷开车实在太幸福了 好了 到底 有钱买这么多 却没有钱给他们七十大寿的 我我对你没吃 小白 快走 他们是不敢测吧 怕待会测出来 衣服只值几百块 几百块都是多的 我看到头来 恐怕 连这几十块都不够了 看着地摊上的浪货A货 到我们跟前做什么种 就 别废话了 几十块 我看到这一身 那就是一身地团货 可不是吗 哈哈 我就说 山鸡 卸不了这丑小鸭 卸不了白天鹅 包装你 你现在赶紧跪下 什么 这衣服竟然一万多 原来都不是穷人啊 怎么这么有底气 既然有钱 自己的外公七十大手 连里面不锁这些东西 更让人可惜 我可真没想到啊 你们为了撑丑面 还真舍得花钱 可惜了 我们家呀 有专业人士 有专业人士 如果是普通的一件一万 确实高涨货 可是呢 你穿的可是国际名牌阿玛牛 一万块 只够买到A货吧 我说的对吧 一万多 只能买到水货呀 为了装逼 这这太过分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你们刚扫到的 应该是这个 我哥总 穿那么廉价的衣服 十个发火机都得一万多 这一套衣服给多少钱啊 完全不看向下 现在 现在 再来 再来 我的价格 竟然超过了三万 你方向山那个费多了 十万 一件衣服 竟然要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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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只不过是一件定制衣服 二十年 莫非为了我们 你倒在副家想的 现在我们三个 要让你在副家 想所有的福气 一并还典 妈 我们来见您回向 谁也别要欺负他 你欺负 欺负 欺负一百万 你是不是在上 莫然呢 我不会吧 方巧琳 竟然是 好男的太太 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有什么不 现在该履行你的承诺 胡少爷 你看你这说的是哪家的话 你既然是大姐的孩子 那我可不就你小姨吗 我就是一家人吗 哈哈 哈哈 哎 大姐 你看你 给副家生了孩子 这哪怕是私生子 你也得告诉我们一声不是吗 你看 你啊 他跟副家有一些万种关系 从手指块给留下来的这一点点 咱们整个方家好得多 是不是 你看看 咱爸今天过七十大时候 你怎么也不想这表示表示啊 哎 干什么呢 我是真小姨 现在跪下 道歉 你疯了是不是 当然 你也可以不同意 我就说嘛 咱们一家人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那我副家的愤怒 不仅仅是你无法承受的 就连整个金牛村也无法承受 我既然能给你鱼翅的项目 当然远收无法承受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怎么办呀 方小山 你还愣着干什么 对啊 方小山愿的服输 一身衣服而已 谁知道你们是租来的 还是买来的 这也对啊 一项衣服虽然上百万 如果租的话 一天估计有几千一万 咋不是 你们这些 做的技术还真是缜密啊 方小山 你说了什么话 你的衣服是真的 我儿子的衣服就是租的 我要是有钱 我一定会给爸买最好的礼物 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子 谁知道啊 真心不怕火烈 反正等火真相就要大白了 我儿子可是在副家公司 几个副家少他可都是见 现在就叫 好好的看 到底是真心 反正是楼是 是缺是狗 一看便知 喂 儿子 喂妈 怎么了 喂 儿子 你不是参加外公的寿宴吗 怎么 又要问我要钱啊 儿子 你猜 我今天在你外公的寿宴上 看懂谁 妈 你刚租了衣服 你只能穿一天 你别忘了 啊 用你提醒 当然是 儿子 今天啊 在你外公的寿宴上 居然敢有人假冒傅家寿 什么 傅家寿宴日理万机 怎么可能出现在那种地方 像 对金奴孙来说应该很重要 但是对于傅家人眼里 他就是小虾米吧 你少女 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那种地方 是啊 他们今天不仅出现了 居然还说是你大姨的儿子 我知道你大姨这个人呀 向来好灭了 但今天这事儿可闹大了 他们不但假扮傅家寿宴 居然一次性 还招了三个 这事绝对不能这么算 要是傅家人发现了 绝对不会鼓起 不过 要是让我们解决这个事儿 倒说去傅家妖宫 绝对能服妖之上 儿子 那你快过来啊 妈等我 绝对不能让他们走 放心 我儿子马上就了 他可在傅家做司机 三位少爷他可都认识 方巧妞 等会我儿子一到 你们可就不仅仅是出丑这么简单了 你们几个某屠傅家少爷是要坐牢的 哦 是吗 没想到你儿子年纪轻轻就如此成就 就在傅家当司机 我可听说傅家家大业大 光司机都不下一千米 我儿子 那可是傅家少爷的天生司机 怎么 您知道 怕 怕 确实很怕 我也很怕呀 真不知道 你儿子 你儿子 是给我们三个当中 谁当司机啊 三分钟内我儿子马上就到 你的面具 你的面具将被揭破 西江志 你立刻 穿上楼袍 就能装太子了 狼和狗子去 可不去 你儿子老皮 老和狗子去 可不去你儿子老皮 你儿子 要不还是算你儿子 今天来是跟你外公 过几十大事 既然双眼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就 妈 这一来 是接你回复的 二来是个外公住户 那现在看来 这帮人 并不值得我们来住 妈 二十年前 我们还想 能为了保护我们 放弃了本就该属于你的一切事物 现在我们长大了 只能容忍自己的母亲 受他人吃 啊 回到副甲 我们一定让你过完好日子 这二十年你受到的委屈 我们都弥补给你 爸 妈 你们是了解我的 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我一辈子做事光明磊落 绝不会骗你 二十年前 这三个孩子生了重病 我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没人愿意肯帮我们 所以他们才离开了我 爸 我今天来是会让你高兴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那就是我送的 就他女儿的心意 付出动了 我信你什么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一会我那好外孙陈远就要来了 嗯 他能在顾家当差 这就说明金牛村的项目肯定是他帮我们排下来的 附家我们得罪不起啊 哼 冒附家少女 这是在找死 爸 老山说的对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送到附家 附家肯定会感谢我们的 到时候我们就能和附家很少关系 那就是你想走 晚了 我儿子马上就到 妈 我来了 我倒要看是谁在装附家的少爷 你们看到了吗啊 这是我儿子陈远 真是龙生龙凤生凤 小山从小都优秀 没想到他儿子也那么优秀 能够成为附家少爷的心性 那可不一般 不提出附家的司机和保姆 光是每天听他讲几句话 随便卖点股票 一年就能赚个几亿啊 陈远又是跟着附家混 那简直是前途无量啊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外公 生日快乐 好好好 我的好外孙儿啊 你这一来啊 外公心情舒畅多了 想那些人 差点没把我气死 外公放心 我来一起去 妈 是谁在这儿 保充护家少爷 就是大姨 好小林 混这东西 这少爷脱脱 真胆的姑娘看看我是谁 打我二少 打我二少 打就打 打你 打你 撞了我的手 啊 二少快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不当敢追附家少爷 抓个大人 你手机拿拿出来报警 咱们绝不给我抓住人 有人那么不能不能死啊 你那么就开始了 二少干哪呀 能不能 真是富家少爷 我说他们真是富家少爷 原来是你啊 看来做富家的司机 唯我说了打你脏了我的手 我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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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脏了我的眼 你是富家少爷 他们不可能非答应演戏的 他们只是富家少爷 我 我 站住 想这么容易就走 现在 履习你的诺言 跪下 给我妈道歉 你个废物 你富家少爷 有必要打手 做这么绝吗 绝吗 你可以不能 但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绝 我要让你知道 这天下 没能欺过我妈 就算天下 也有我们顶着 没想到 原来真是富家少爷 那当初 小林未婚先孕 那怀的就是 富家的血脉 哎呀 哎呀好孙子嘛 哎呀 这是我七十大寿 哎呀你们能回来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刚才是 过去就算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和气生财嘛 对 和气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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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和气 耶 做动生财 帮我查一下 跟陈远相关的人 一并开除 这就是我和气生财的方式 陈远你被开除了 妈 我被开除了 爸 卡坏村了 你们回来 外公真是太高兴了 既然回来了 咱们坐下吃饭 哎行吧 六十秒之内 汪家如果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就撤销掉金牛村 百一项 还有你 无论是外公 还是外婆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能欺负我妈 啊外公外公 好连 这都是爸的错 不能因为爸做错事了 你影响新牛村的老百姓吧 这么做人的呀 没有掉解 姐 孩子你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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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还要怎么呀 犯了错 我就得负责 说一下 可以了吧 记住 我妈这位 平易见 只想做一只追求暗美的免疫 回遍随风飘荡的树叶 但那都是之前了 现在她有儿子 巨峰之下 她也有家 天塌之下 她也有路整个江城 实际上可跟她咳嗽一声 傅家送你第一个不同意 那咱们走 姐姐 我的好姐姐 我承认 你当年是给傅家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我刚才 我就一直在想 既然 你给傅家生了三个孩子 你这些年 为什么一直没有进傅家的门 而是风餐露宿 在外边整个二十 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傅家总根本没有胜过你这个儿媳 早在二十年前傅老汉 早都说过 不许你进傅家的门办 不许你见你那三个儿子 那还真是 看来方巧琳生孩子的时候 便没有得到整个傅家的认可 何止是没有得到认可 她连允许 都没有得到呢 所以她这二十年来 她根本不敢去见她的儿子二十年呀 到底想说什么 盛哥讲究 谁不知道 傅家 是父老还敢在掌权 只要你得不到他的认可 你就别相信傅 就连你想见你儿子的意义 都不被允许吗 方巧琳生 你是疯了吗 我就想见见我儿子 哪里得罪你了 你得罪了我 你更是都得了赵哥进入 你猜猜 如果今天傅老太太知道 你们来这儿见她 那她会不会 让你整个金融村 都很大啊 早就听闻傅家有三个少人 那三个少人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哦 咱们是傅老夫人不要见呢 方巧琳 狗就是狗狼就是狼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的豪门美梦 超级破练 哎呀 妈 那是别快点 怕了 啊 你们什么怕了是吗 啊 如果傅老太太今天知道你们三个来了金牛村还见了她 我想到时候傅老太太可不只是要制裁金牛村吧 连你们三个附加继承人的身份也要被捕了为了一个二十人都没有见过的生母 那就是傅老太太太 那就是傅家继承人的事 我带我看看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消灯大酒 你别打 你别打la 哟 什么事啊 喂 傅老太太太 我是您家 私僧的母亲 是这样的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今天你们家的三个孙子和风景 都得跟罗坤给我的私情过寿宴 我想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你们家的三个孙子竟然是这样一个女人是吗 这件事军事件最把笑 好 您快 一定帮你们拦着他 宝夫人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三个找到他们生物 什么 您不是下过命令 他们绝对不能和圣母见面吗 二十年 终于 还是等待了这一天 传我号令 副驾全体出动 副驾所有人全体有令 前往金牛村 黄巧琳 终于 还是你输了 你不再害了你自己 你还害了你三个儿子 本来他们三个不来见 起码还可以过着阔哨的时候 哥 这可怎么办 豪男有无福 傅家有无福 她毕竟是我们的母亲 生养之恩 断头难还 不管待会儿奶奶来了 发生任何事 我一人承担 那怎么行 这件事 我们得一起承担 再说了 傅家的少爷身份 何有可不 但儿子的身份 是不能没有的 二十年前 我没办法选 二十年后 无论如何 我都要和妈在一起 不要这样 傅家少爷的身份 没错 金钱地位身份 永远代替不了 血浓与水的亲子 好秘出感人的心 可惜吹了 你们先走 快走 我 老夫人 方长龙这个女 多年前 他勾引您的儿子 现在又想见您的孙子 吞噬不佳的财产 老夫人 这女人这女人他不能留啊 三个孙子 您这三个孙子也不能留 你会见您的孙子吞噬您家的财产呀 老夫人 您这是 二十年前 我刚愎自用 嘀咕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没想到 他真的为了孩子 二十年没求过傅家 甚至连着司幕下的孩子 都没有看一眼 我对乔林有愧 愧对这份为大的母爱 傅家松 傅家竹 傅家梅 都是我傅家的子孙 我儿子 傅聪 可是对方巧琳疼爱有加 那 方巧琳 就是我傅家的儿媳 二十年 二十年 是我欠她的 今天 我要风风光光的 把这个好门儿媳 迎接回家 傅家 掌舵人 恭迎 儿媳回家 傅家住人 写黄金万两 云顶苍青别树一套 恭迎主母回家 方巧琳 没有勾引过儿子 他们是自由恋爱 是我 被猪油蒙了心 这二十年来 一直不敢承认 二十年 方巧琳用她的善良 用她的母爱 让我知道了 自己的狭隘 她会回监狱 这一巴掌 我打你有眼无珠 傅家的家产 本就是我们三个孙子 这一巴掌 我替巧琳打你这个攀龙富凤 屈炎富士的贱人 这最后一巴掌 我要让你知土 在整个江城 没有人能欺负我傅家 奶奶 那您不怪我们吗 好 孙子 你替我找到巧琳 我怎么会怪你们呢 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 你们放弃家产 要找到你们的生母 说明我们富家的孩子 都是这个 奶奶 可是我妈她 老夫人 奶奶 是我的老夫人 二十年了 是我害你 二十年没有见到你的亲生儿子 这二十年 我都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是我 对不起你 对不起傅从 希望 你能原谅婆婆 给我在最后的时光里 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生气 我 没事了啊 真不生气 没事了老夫人 那 你还叫老夫人 妈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就好 金牛村的旅游项目 你怎么敢 你我敢 他们这么对你 撤了算了 妈 要不还是三人吧 你不离了 顺目落下来 被整个金牛村 人说世界好善 虽然 你们家有点矛盾 但是金牛村 大部分的人 还是纯口善网 行 行 都以你 都以你 对了 我从呀 听说找到你了 他也要从国外回来了 今晚他已逃 我就安排他和你 不办婚礼 我我光光的 打扮 可败 谢谢妈 回家 回父家 好 回家 我们回家 回家